四年九国主持人家和叶伯夫 这里是二四年冲击九十万 粉丝目标数的up主国一顶 想了解网红娱乐圈人性的参丝 就关注我一下 今天我们来讲讲有关于 某短视频平台顶流称泽集团 分崩离析的故事 同时也希望大家能从中 悟出一点公司的法则 同志们啊起来 前不久我们聊了北京天王篇 而很快 四天王里面的刘回 这不就前几天再过生日吗 于是就请了北京系的一众子 主播长子 开个玩笑啊 其实如果说斩虎陈泽都有活的话 那刘回最出名的 就是他跟狼子的羁绊是吧 而今天我们要说到陈泽 与他的搭档黑白的故事 其实上一期我们聊完了北京网红 就有人在我的这个评论里面 骂陈泽说他如何如何 但我个人觉得 纵观北京系网红 这个陈泽除了口脏之外 可能也真的没什么特别黑的料啊 可能我还没有查到 如果在座的这个小伙伴 有陈泽的黑料 麻烦私信给我一下啊 那么下一期 做陈泽的网红片的时候 我可以加进去 那么在这里先简单的提一下 陈泽的背景啊 就是大家好知道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什么情况 陈泽啊 是目前北京系徒步网红之一 每一场直播都有几十万人观看 早期他的直播内容是游戏 后来呢 就是也有个脏口出名了 跟宇将军的一番恩怨后 爆红于网络 那么爆红之后呀 平台也抛出了橄榄枝 希望陈泽定居北京或者杭州 以方便此后的活动 均被陈泽婉拒了 详细的我们将在陈泽片再说 而在此过程中 陈泽有了属于自己的团队 其中包括但不限于黑白 刘军容易名 EG7 注意一下啊 以下的事件描述 均来自于当事各方的直播口述整理 我就在这里不放原片了 我给大家整理出来啊 那么这次留回生日 复阳之后 高烧不退的陈泽 就带着团队的几个人前去赴宴 因为复演之后 陈泽在哈尔滨海有活动 所以他必须就要先回去 于是他就告诉容易名 说两张商务舱的高铁票 他跟黑白的 而容易名则表示可以 但是我觉得黑白不一定愿意花这个钱 当时陈泽回答说 告诉他买就行了 如果黑白不愿意 那么这个钱就由陈泽自己掏 于是容易名便买了 次日下午的返重高铁 同时他还跟黑白说了时间 并且同时索要700块钱的高铁票钱 结果果然不出容易名所料 黑白看到费用之后 并不愿意出这个费用 关键是他说话还很难听 说这个钱谁让你买的 你跟谁要钱 特动作才400块钱 你要是非要我做上路舱也可以 反正我就只付400块钱 爱咋咋地 结果容易名对陈泽说了黑白的吐槽 并表示黑白要把车票改为上午的车票 陈泽回复知道了 结果次日上午黑白刘军 容易名1G7 4个人重坐高铁特动作返回了哈尔滨 而陈泽则一个人 等到下午才顶着高烧 坐商务舱回了哈尔滨 于是矛盾打这儿就开始了 那么你们在这儿觉得 黑白他们有问题的扣1 没有问题的扣2 先回来的黑白和刘军 打算下午去接陈泽之前 先小拨一会儿吧 毕竟陈泽现在就是活体流量 是不是啊 谁蹭谁又流 我还行呢 先准备 那你咋不等哥呢 行呢我都不知道 我喝多了 晚上我一到酒店我就睡觉了 醒了我就走了 行呢我都不知道咋个事啊 不是你这个事我得讲一下 昨天我也喝多了 但是属于说 昨天我喝多了 昨天柳文明给我订完票 我看着了 他给我订的 我都不知道买了几点的票 现在他给我订的商务座 只给我跟哥订了 然后那个他说你们在想招 我就去又看票行了 我看着一个特等座 现在里面正好剩6个座位 我行这不咱们不给藏包了吗 我说那就订这个呗 订这个特等座 安静 不也一样吗 那谁当天一天早上写的哥 那我问我说哥 那他说哥自己走 昨天没有票去呢 没有票 抢不着票了 我也不知道 我在那喝多 醒了就咱就走了 因为我整个 我说就是说 那个特等座 就6个座位 咱直接给坐满了 套伦的 那不知道我哥 你写的 你没搁呢 不知道咋个事 我喝多了 喝多了就睡觉了 在酒店里边睡醒 他就给我买票 走了 刚才干啥去了 刚才啥没干呢 6个是早上的票 6个是早上的票 6个 6个票 我昨天晚上看的 有6张票 去哪了 睡觉了 可是没有想到 感觉到人情龙暖 而伤心了的陈泽 毫无保留的 在刘军的直播间 把此次的情况 未做隐瞒 告知了 直播间众人 纯火力输出 一点面子 也不给他的 这帮小伙计留了 你看 兄弟 看刘军 就把刘军的掌控节奏 我跟他打电话 给我发出电话了 兄弟 行那就那行 那你倒吧 给我发出电话了 给我 给我打一个电话 你直播的吗 你面积打的 打开了 我问你 说不自己回来的 是 你该该死 你死不死 不是哥 我最近的不是我买的票啊 我不知道 谁买的票 不是他说商量好了 不是我现在 咱都坐位置呢 你感觉我们 不是 我这种事还用商量吗 你妈逼的 我给直套 我要容易呢 买那个只收两张商务 没有别的票了 买给我一趟的商务 直套先对把票退了 又买上午十点的 我能上午十点 给你们做平级吗 至少要做上午的 你妈的个 你真是还跟我说吗 他就是要做上午 那我还能说吗 我说你别做了 咱们一人就陪我 我还能这么说吗 那他还跟我说呗 我操你妈 你看看谁就是能给 一个人给 做出个鬼 我都没见过人的 我不想说你们几 我没他今天 个胡托去 你骂你这个 我真想骂你们几个 我没他说的了 这个事我没法说你们几个 这种感染你直播了 我就说了 我操了 我以为 我现在全卖那个呢 我那你不敢走啊 你就是没说好 这这事我就没法说 我就跟你 他说的钱贵票贵要退了 做上午 说上午票走 我能说啥 我再特意问了好几遍 我这事有的事 我能说有的事 我没法说 这事我打说跟刚火 我打说 我说你们几个等等我的 我是啥比较 我说你们几个等等我 东西做 是不是 我就这么说 好了 好了哥生气了 不是那你不知道 我行的哥也做的三五的 他也没说哥 我不做那个呀 我早上起来 我才知道哥 给我吓唬的 我是完全是个 我操了 你说这要是 没说好 那肯定就不走了 那肯定也不敢走呀 那我下了 你没说好 我们肯定不敢走啊 飞机我们也没提前坐过呀 结果就有了现在的局面 一开始几个人 还很自恋的觉得 这件事之后 陈泽去马尔代夫 游玩的时候 会带着自己 一个个的还在直播间里 疯狂吐槽说 我不想去 这里面有以黑白最为坚决 甚至他表示 自己不能去马尔代夫 因为他要回家守着老人 你不能不让我看我妈吧 咱们陈泽上面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 所以他可以不忠 但是不能不孝 这句话有多可笑 我们后面再说啊 简直黑白这个人 我真的是看不上 但是转头又表示 陈泽去本子的时候 一定要带着自己 甚至陈泽表示不带黑白 要带别人的时候 黑白明显不悦了 这个时候他又不怕不笑了 有直播时尚要求 有流水任务 我不是有那五个月 你还得出门 我不去了这趟 你跟你上哪啊 几盼呢 我上日本没说要带你 你说啥呢你哥这 我上日本这趟 我带着刘春跟一一七 他俩能开车 玩他俩整个国际驾照 我说你不会去 你说这话你不要笑吗 你说这话不想笑吗 我老哥啊 你以为上日本我要带你去呢 你二十六个英文字 你得任不选 我给你上日本干嘛呀 可能怎么 而这个时候 陈则炮红四个人 冷血无情的切片啊 就引起了舆论发酵 陈则的体量呢有多大呀 是吧 他们四个人的粉丝 又大多数是陈则的粉 于是粉丝们就开始 疯狂冲这四个人的评论区 就顺时呀 这四个人就被打得 毫无还手之力 被舆论彻底压制 眼看着自己团队的人被骂了 陈则心里也不好受 于是便下场开始平复节奏 就眼看着这个事 即将过去的时候 搞笑的是来了 这刚才不是说陈则 这个不好受 下场平复这个节奏吗 这四个人就不愿而同的 在短视频平台上 发布了道歉信 纷纷卖惨 那这个时候啊 陈则也没反应过来 还是像刚才说的那样 帮着评节奏 这就导致了最明显的结果 就是通过卖惨 一些不明真相的网友 以为是陈则 无缘无故的在网爆这四个人 这其中有一部分 不明真相的人 就开始攻击起了陈则 陈则直接就怒了是吧 并又一次在直播时 揭露了这四个人的老底 这里面包括吐槽说 黑白的自己的那几个小群里面 说陈则在带节奏 在兴风作浪 陈则根本就忍不了 黑白整那个B群 是五级群八级群 那群能整就能整不了 赶紧几个解散滚 整你那个B群 能整现在就整 要不就进眼了 要不马上解散滚 整你群的那几个B人 十级八级的 哥那 谁说两句 群里不行了 是过分了 说我乐一个网上呼风欢愉 整那个B群 我又要呼风欢愉啥的 整那些B群 除了那个会员群 再高等级粉丝群 再整个五级三级群 解散了 解散不了就滚奴了 那个B群有节奏 要不就进眼 要不就解散了 解散不了 全滚奴了 像精神 不是给我这么 还带上节奏了呢 我他妈自己发烧回来了 完了吧 我说了 说完看你们爱骂 我给你们得评节奏 你妈B给你们评完节奏 我还得跟他爱骂 我他妈该你们的 我是不是该死 而四点下 其实也就是黑白 跟陈则道歉了 但是这四个人 才怒了 我合同都不签了 全滚足的 全回家呆的去吧 全回家去歇的去吧 能歇多少年 歇多少年 歇完再说吧 我不管了 去回歇的去吧 你们所有人都回家 就都停播回家 就完事了 全所有人全会 全停播回家 就完事了 谁别个哈尔滨呆的 回去陪陪家里人去吧 不都是陪家里人吗 你挣动的钱为了啥呀 不都是为孩子 为爹妈 为媳妇吗 回家好好呆的去陪家 没有钱 我给你拿 你不用播 我一个月现在 给你们一人拿五万块钱 别回哈尔滨烦我了 别开拨 一人给你拿五万块钱 好好回家陪几十孩子 我给你拿钱 给你孩子 给你爹妈 给媳妇都买点东西 你就说我买的 我一人给你拿五万块钱 于是 陈泽团队彻底决裂 在自己去 马尔代夫游玩的时候 黑白又舔着个脸 去找陈泽 结果被陈泽拒了 你回去等通知吧 等处理结果吧 能看住 能看住 别说了 他来了 但是吧 我没回到微信 给我发微信了 我说你那个 找个酒店睡觉 我别折腾了 我说那个飞停软的 我说回去吧 那么结果出来了 黑白停播 必须要签合同 并且收入开50% 陈泽留10% 剩下的40%给捐了 反省重工后 恢复直播 但不能在陈泽身边直播 自己直播啊 完了吧 这个事吧 给我直播以后也不提了 他们几个吧 我见 我也不见了 我把合同都给优过去 然后吧 就是你要乐意 在之后再播 抽50% 也不搁我这 多那40% 我正常是 我拿他们10% 没有合同 那40% 我也不要 就是直接抽走 捐走 我也不要 然后吧 就是停播 我也不要停到啥时候 就一直停的了 完了他们也不会出来 那我直播间了 我把这化线轮直播间了 网络就行 待会这个节奏就都停停 别说了 那么这里面影响最深的 就是黑白了是吧 因为他涨粉最多 他圈里也最多 这一次路人员败坏 截止写稿的时候 掉粉将近60万 这一下子彻底得少多少个300块 就算以后和好了 我觉得这件事将会是一件 难以抹平的伤痕 一直各有陈泽和他的粉丝 规矩是你也不能和好 你要和好的话 不让粉丝觉得 说实话 我的评价是 荣一鸣和刘军还好 轻一点 但是黑白和一这期只有四个字 评价最为贴切 叫自作聪明 因为他们摆不清自己的位置 那么我们下面来分析一下 兴许对大家以后在职场中生存会有所帮助 首先来说一点 说当我们在一个单位 由于老板的缘故 我们赚到了远超于自己能力范围内的钱 当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们是否还能不讲究所谓的人情事故 觉得可以不讲的口个一 觉得还是得讲的口个二 原本这里我还是说了一些其他的话了 但是扯的有点远 我就删了 不和谐是吧 我说黑白 他没有这个数啊 是因为一这期是普通人家 黑白更是如果不是陈泽 哭爷爷求奶奶 请黑白过来 搞阴阳玉佩直播 那么他自己还在家打单子呢 当时陈泽一犯事 第一个跑的就是黑白 你说他不聪明吗 啊 陈泽难关一过 黑白又是第一个回来的 那你说他情商高吗 不 我觉得他是纯脸皮厚是吧 不是我说这个黑白的人品啊 是吧 只是他确实干了许许多多自相矛盾的事 兄弟 我没有大礼物 我觉得灯盘一个确实取取我呀 啊 你们要看啥游戏 我没播呀 没完了 啊 穷贵群这点 吊人 你说他不陪兄弟去马带 理由是什么呀 是要回家陪父母兄弟啊 结果七年就回家了两次 这就是他要进的孝道 是吧 准备出发了 兄弟 我妈真想我了 你别 我说句实话 我这两年都看着我妈 刺手都有 你不能不让我看我妈吧 兄弟 我给你不忠心的 我选择百善秀一些 你算住吧 住四天应该是拔个打不了 哈哈哈哈 拔个打不了哥给你出了 打野子呢 就是这酒店前我出了 但是打的 哥 哥挣钱 但是不能往死卡着我吧 拔个打不了 你们多少得给我补贴点吧 对不对 给哥是怎么张了点是打的 那么他不回家 过年就得去陈泽家蹭饭 关于是他蹭饭还空着手 一点礼数都没有 惹得陈泽妈妈很不悦 不是说在乎那点东西 是因为他不懂礼数 黑白总是觉得 自己是跟陈泽平起平坐的伙伴关系 朋友 哥们 直播时候一口一个兄弟叫着 结果呢 有谁会把自己 亲成这样的兄弟 发着高烧 扔在异地 自己乐乐呵呵的回去了 还美其名曰 我知道我兄弟会生气啊 但是我还是回去了 你都不能赖我啊 你平安不是我 能说出这种话来的 就纯属脑回路清奇啊 觉得多少带点大病的 扣个一啊 那你当他是兄弟 你整这出不合适 那你如果当他是老板呢 那更不合适 你饭完以后不要了吗 你要知道 这可不是一般的工作呀 是吧 陈泽给了黑白什么呀 一天能盈利八九千 甚至是小一弯呀 是不是啊 黑白老说自己家里穷 结果自己回家的时候 开的是什么车呀 是路虎 而一这期自己都说了啊 今年截止到七月份 总收入达五十五万元 扣除他生活花销 还有三十万元的余额 这就不仅仅是打工关系了 这就是 就纯带他们 对不对 你想想黑白会个啥呀 你看过他直播的朋友就知道了 黑白有尘色的时候 经常甩脸子 甩不出包袱来 是吧 你再把你再把你出的慢点 你都不应该给你尿的 都要血都给你练的 刚才他跟着 怕他收起 哎呀 哎呀 我捧着呢 哎呦 我操我 我捧着呢 我捧着呢 干嘛 你捧着呢 哎呦 我操我捧着呢 不要要画面 只能今天不跟你播 后边 后边 黑白 下次见了 来 让我找个老兄弟 老兄弟 来 便宜一万多米红帽也得 刚刚不是你熊的 你看看没有 你老兄弟都不跟你扁 你还在这里狗叫 真是笑死我了 真的 他脸只让我弄死 四成一 对啊 太好面了 对啊 兄弟 他都不 拿你当兄弟 你还拿着兄弟 拿着当兄弟 自己直播的时候 除了要礼物 啥也不会呀 没节目 就这样的人 一直待在一个顶流身边 被顶流硬给带起来的 再加上陈泽 明显是被目前平台官方强捧的对象 是吧 唱奥运歌 老公一颗 这么大的理由 还带一个没有活的人玩 关键是还没给他签约 束缚他 那我就觉得 你别管陈泽这个人怎么怎么的 他的嘴有多么多么的损 对黑白几个人 已经够可以的了 如果这些还不算 我们再来看看陈泽 还帮这些人 做过什么事情 说黑白前段时间 就最近没几天的功夫 因为采用了拢包力的手段 与前女友分手 导致了被几个平台 疯狂的粉丝追着嘛 而陈泽下场 硬给黑白凭节奏 甚至都跟自己的粉丝怼起来了 导致了连陈泽 都不得不退博 一这期更狠 是不是啊 以前他自己直播的时候 给观众看毛片 就被封禁了嘛 也是找陈泽帮忙解封的 还有他们的团建 从来都只有陈泽买单 是吧 陈泽不发火 他们是不带买的 关键是陈泽买单也就完了 这里面还发生过 几个人一辆车先走 把正在买单的陈泽 扔下落单的情况 那你说就这样 陈泽意见能不大吗 没签合同给你们钱赚 你们真是不把自己当人呢 捞好数的时候 一个一个的抢着上 结果陈泽找他们干活的时候 一个个的推三阻四 极不情愿 当花有一个公司 来 咱们合同签了不就回事了吗 搭合同来 中整 张员阳阳阵 正好都嗡着 正好赶上我妈嗡着的 都在这呢 吕 吃 来咱们合同签了来 也不多抽 抽50% 你真猫呢 那不签咋呀 不闹玩呢吗 咱们不算 我问问你直播 干不了了你咋во呀 我问你你想再阻加 我就是咱俩不跟一块玩儿 你干不了失 erstmal 你咋52 老鞋 不行不行 我必须给你玩儿啊 老鞋 我就死都死你身上了 不行 你放心吧 就肯定有 我就问你不干对面干啥 你说吧 你自己都说什么 说什么狗话呢 老天 你想体验加破人王的死为吗 我想你难受了 老天 那我加破人王还杀了你 我加破人王 到时候你说你不挣钱了 你说你现在手里啥 没有就有套房了 完了咱说 天天有对象给家打游戏 也不上班 天天给家玩 那把对象也不赢 你今天干活还行 你啥也不干了 你谁给你给家告啊 会也结不上了 房子天天跟往上玩玩玩 偶尔接触网赌 房子也输没了 黑白 完了你爸你爸你妈都不雷你 你那边有网赌又欠钱 完了钱还挣不着了 完了每天看的荣誉名 一天挣一个打不了 最少荣誉名 一天挣一个打不了 隔过两碗的 呼风唤雨 你会怎么办黑白 我让你们全死的 包括你 所有人都得死 那么多好 一个不好都不行啊 这样啊 那么多好记不住 一个不好记备的 所有人都得死 老天吧 这就是人性抗宽装 每毛被人都这样 你对他一万个好都没有用 你有一个不好 你这人就是不好 就是不行了 你就对一个人再好 地点又没有 你有一次不好 他不会想你之前有多好 他就现在记你的一个不好 整死你 说的就是黑白的人 有胳膊很得以为 黑白看上去老天不 就这么高你讲 你现在说我也不能直播来 我现在不能直播 黑白不能直播 完了那叫 那就弄得住了那叫 他彻底弄得住了 真的 我有点你能不能直播 你不让我和我 能死你的什么 这话不要讲了 我说的实话真的 我说的真是实话 就是我能播 黑白不能播 我觉得会死 我可以高这么高你 所以一句话点评 陈泽团队为啥脑白 就是因为他们兄弟不像兄弟 朋友不像朋友 员工不像员工 就这种关系 让本就对自己实力 没个清楚认识的 黑白渐渐迷失了 现在疯狂掉粉60多万 还在掉粉中 就只能说明 这些粉丝究竟是谁 是冲谁 才看他的 人呐 其实我说呀 往往很难再做到 得到的大力面前 不迷失 在大师面前 也不迷失 但是 黑白去找陈泽道歉 其实不是知道自己错了 而是真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 知道自己将要赚不着钱了 以至于陈泽暴怒对应的 则是 黑白那个 渐渐的 憨憨的笑 其实我一直很讨厌 黑白的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是在笑啥 但是我知道 这一次他肯定是笑不出来了 说实话 黑白这个人不值得同情 是不是 也不值得可惜 但是在陈泽身边都这样了 都这样处了 还能赚到钱 这个活 确实令人羡慕呀 先跟陈泽吃饭去了 请陈泽吃了个中国菜 哇 那菜好吃 那个大鱼 我乐吃那个鱼 陈泽说实话 不但是吃饭 也是给我讲了一番人生的道理 老铁们 我们跟着正吃饭的 所有人跟着低头买的吃饭 陈泽突然给我来了 就啥 陈泽总共我叫恩师 说恩师 养条狗吧 有时候这人呐 身边的人呐 真不如整条狗 直接瞬间 老铁们 今天除了陈和他的爱妃 孩子跟着 剩一全是我身边这几个人 都饿着低头拿盘子吃饭呢 陈泽突然正在吃饭 给头抬起来来了一句 说恩师啊 你养条狗吧 养条狗真行啊 有时候你身边 整一堆人呢 这玩意 真不如整条狗 所有人 狂长全抬头 丑牛头 也没有人吃饭了 我来狗比人中 我给你咬饭的 告诉我狗比人中 牛头告诉我 狗比人中 那么下期 我们将把目光 从黑白返回到陈泽身上 看看陈泽 究竟为什么忠意这么大 他又是如何发家的 为什么那个将军是陈泽 一辈子都绕不开的话题 一见三年之后 我们下期再见 别忘了本期的明星产品 这个绝对是男人的 续航宝贝 女人的快乐源泉 想双向奔赴的兄弟 价格帮你们打下来了 力减一百元 评论区冲起来